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目前的气温状况来说是在30度 金门跟澎湖在31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色调强化的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先注意台湾在这里哦 台湾在这个地方 但这个区块来说就是高压所在的位置了 高压目前仍然是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往南看菲律宾旅宋岛东方的近海 这边有一个低压系统 其实在南边这边都是大的低压带 现在这个低压逐渐的在往北移动 明天太平洋高压会略微的退缩 使得这个低压就会开始逐渐进入到巴士海峡 再往北走 甚至接近到我们南部的陆地 不过这个低压系统倒是没什么发展机会 因为最重要就在于说 整个风场会随着高压退了之后 开始吹的是西南风上来 西南风上来跟这个系统来说 风场是不相同的 所以西南风季风场 就会把这个系统快速的整个往北带上去了 在礼拜三的时候 它会逐渐的上来一些 那接着到了礼拜四 礼拜五开始 西南风越来越强 南部地区就要注意云多会有短暂雨楼 我们再来看一下彩色云图了 彩色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台湾上空在今天还是以山区有五后阵雨 北部地区的台北市有些机位 其他地方都是天气清浪 等到明天这个低压系统到达巴士海峡 再往北走之后呢 季风的水气就季风风场 就会把它快速往北带上去 所以呢 它到了我们台湾南边之后呢 之后就会逐渐快速的 往东北的方向离去减弱了 所以对于我们的天气 倒是礼拜五开始 降雨状况在南台湾要增多 来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晚上温度 人舒适 北部地区的高温34 中部地区也在34度 南部地区的话呢 明天云层多 午后阵雨 东半部天气晴 但外岛地区晴朗之下 还是要提醒大家 山区有午后雨 下午活动要注意 我们下午后